各位大家好 來到今集的法式廣場 我們真的要講解一下有關袈裟的部分 原來不要說是佛弟子 不要說是街外人 原來大家都將萬衣、袈裟、長衫、海青 全部搞亂了 好了 首先我們現在講解一下 我現在穿著這件袖這麼大的 這件叫做海青 海是大海的海 青是青色的青 其實海青是甚麼 海青通通在明代或宋代左右 所有在江節一帶 闊袍、大袖的衣裳 全部叫做海青 其實佛教本身用的時候 就叫做大袍 原因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如果我們單單穿袈裟 要露出右邊的肩膀 中國人覺得好像有雙風化 所以我們就慢慢用了文人所穿著的長衫 但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梁武帝的妃子對於他信佛這件事很有意見 有一次就說要整骨出家人 就說其實皇帝你信佛那些出家人 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其實他們都不愛於是 就說請他們來接受供養 幫他們供養的時候 這個妃子就打算給他們一些肉包吃 然後就告訴皇帝 其實他們吃肉的 他們不好的 保子宮蟬師知道這件事 他就預先叫出家人 把他們的長衫換成 全部是大袖的 有一個這麼大的袖口 裡面就帶一些掃包 有時候他應供的時候 就拿自己的掃包出來吃 然後帶走肉包 當這個妃子就想在梁武帝面前 揭穿他們所謂的陽相 吃肉包這件事 當他們一揭穿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袖裡面 拿的肉包全部放出來 然後告訴皇帝 其實他們吃的是掃包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故事作為背景 我們中國的法師 很多時在穿袈裟之前 都會穿海青 這個就是大袖的意思 佛鋪大袖的衣服就叫海青 然後我們什麼叫袈裟呢 袈裟跟你們受完五屆之後 穿的萬衣又不一樣 萬衣是喬屍邊 快慢的慢是喬屍邊 不要樹深邊 萬衣 萬的意思就是沒有割折 沒有裁開過的 就叫萬衣 我們出家的 所穿的就叫做袈裟 平時如果在佛陀時代 五衣就不離身的 經常穿著 然後就有七衣和九衣 七衣其實就是 上早晚電 做早晚功課 法會的時候會穿七衣 九衣是什麼呢 九條衣 凡是出去托闊 或者高座說法的時候 就會穿九衣 事不宜遲 我們給大家看看 七衣究竟是怎樣的 大家看到 什麼叫七衣 其實就是七條的意思 每條兩長一短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然後五 六 七 加起來 七條二 五 六 七 之前四條 總共就是七條 然後兩長一短 就叫做七衣 割折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布穗 七條每一條兩長一短 即是七 三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格合起來 形成一個田狀 就叫做袈裟 所以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來到中國之後 用了文人穿穿的長衣 發會的時候我們會穿海青和袈裟 居士所穿的就叫萬衣 居士不會穿袈裟 我們平時 走到出街的也都不會穿袈裟 因為會露臂 我們會穿長衣 讓大家知道原來出家人的衣裳 和你們逐家的在家居士 所穿穿的萬衣有少許分別